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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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非常盛行男女对唱或合唱 于是青山就与同样自幸福合唱团中被发掘的新人玩曲配对 两人以歌坛情侣之姿出现 大为轰动 被包装成情侣的青山和玩曲 更唱红了《姓花西之列》《彩虹林》等外职人口的男女对唱流行歌曲 至今仍令许多粉丝念念不忘 歌迷遍布海内外的青山还有歌友会 这些歌迷们至今不但还经常与他聚会 多年来更致赠锦旗给他封他为宝讨歌王 青山露出笑容表示 这些歌迷很可爱 也很热情 很多都是跟着他从年轻到现在 还有那种祖孙三代都一起来参加聚会 为了感谢歌友会的朋友 他们送我的每一面锦旗我都保存至今 甚至连所有我演唱过的套谱 歌本 兼过的每一份演唱合约 我都收集保存到现在 因为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回忆收藏 据相关媒体报道 青山坦言 这些年虽然比较少露面 但依然喜欢唱歌 还自豪地笑说 表演了五十多年对歌唱从未厌烦 甚至还觉得预唱有兴致 不过他也表示真的不得不服老 现在唱《月儿像柠檬》 已经要转第一点题 提起此事 青山也不禁无奈苦笑 身体一再出现问题 令他的演唱之路重重受阻 而随着年纪增长 青山越来越珍惜身边的人 总渴望能和老朋友 消谈昔日的光辉岁月 然而遗憾的是 青山由于这些年办了几次家 手机也换了 甚至还几度遭窃 几乎将所有老朋友的联络电话 和地址都遗失了 让他真的好感伤 为此甚至还在镜头前 对老友们恶空喊话 以前在马来西亚跑团演唱的老朋友 提一些曾到台湾念书而相识的老朋友 多年来因失去联络 一直叫他牵上挂肚 甚至多年前到马来西亚演唱时 青山一踏上这久违却熟悉的国家 便再也难忍心中的思念 感慨地说 这一次难得来此 我真的希望他们会来找我 我是想来见见这里的老朋友 因为对他而言 与好友之间的情谊 远比赚钱来得更加重要 最后青山也透露 自己虽然减少登台 但星期五偶尔也会到广播电台担任 我为你歌唱的节目主持人 接受听众时时点唱 有时候也会参与直播 这个节目的听众来自世界各地 有歌迷点的歌 是我三十多年没有唱的旧歌 连我自己都忘记了 有时还要唱其他人的歌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但对他来说 能继续从事最喜欢的歌唱工作 就是很有意义的事 说着说着 青山不禁深情地透露 每次看到孙子们活泼好动的模样 都会不由想起 昔日补育两个女儿的场景 百般刺猬涌上心头 一转眼 女儿已当了妈妈 她也成了爷爷 感触很深 不过她也强调 虽然两个宝贝女儿都嫁出去了 却不会觉得常人若失 因为两个女儿的家都离我很近 走个十分钟就到了 早上我跟大女儿散步 傍晚跟小女儿散步 非常享受如今儿孙满堂的惬意生活 只不过青山的身体状况不太乐观 她因为腰椎肩盘突出 平时出入要借助拐杖 我被腰痛问题困扰了好多年 本来只是第四 五节间有问题 后来第五六节也有问题 现在连第三四节也开始出毛病 最惨颈椎其中一节移位 所以长期要带颈部 每星期做物理治疗 只是暂时缓缓 除了腰颈问题外 她透露心脏有两条血管塞了25% 加上胆生时饮食要非常小心 否则发作起来 会令她痛苦余生 本来四种病 每一个病症都需要做手术 不过每次听完医生解释手术风险后 青山大哥认为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情愿忍受痛楚 也坚持不做手术 杰英和她同期的台湾女歌手李佩金 当年英追肩盘突出做手术 准致失败 下半身瘫痪近40年 当年我们一起登台 她做手术前一个星期 我叫她要考虑清楚 她说没有问题很简单 结果手术失败 一直做轮椅 连药物也不能为她止痛 医生说 我的手术成功机会是95% 我担心自己是5%的那一个 所以不敢随便做手术 青山只仅这一位最无辜 很多人年轻时都会忽略 年纪大 问题浮现就很麻烦 早年去印尼登台期间 朋友带她去万龙福州的火山口观光 回程时被一架刹车失领的汽车映头相撞 当时同车的其他朋友 全部头破血流要救火车送院 我躺在椅子上睡觉 意外时头撞到前座的椅背 没有表面伤痕 以为自己福大命大逃过一劫 意外后赶着回歌厅继续登台 后来有时紧痛就找人按摩 或者自己冲凉时 用热水进一下劲 意外发生后十年左右 她左手的手指开始麻痹 渐渐无力 更痛到抬不起手臂 当时医生说是五十斤 我还没有到五十岁 为什么会有这个病 医生指不是年纪问题 是个人问题 足足用了两年做针灸和物理治疗 终于可以止痛 我以为恢复正常 怎知右边手指手臂 又开始麻痹和疼痛 最后做磁力共振彻底检查 才发现 当您撞车另颈椎移位 随着时间逐渐突出 移向喉咙部位 医生指 接近喉咙位置不能开刀 竟好出现钙化现象 不会继续移 所以对她唱歌没有造成影响 不过就要忍受痛楚 年轻愈大 情况愈差 现在又待警户固定 1973年 青山与前妻陈莉莉结婚 可惜婚姻只维持了12年 青山为全职照顾孩子 毅然选择淡出台湾歌坛 几年前 有报道传出陈莉莉 在香港铜锣湾的住处 坠楼当场死亡 香港警方怀疑 陈莉莉的精神状况有问题 至于详细的案情 有待进一步查证 面对前妻的突然离世 青山也是表达了自己的哀悼之情 最了解 由于青山20多年内两次搬家 两次换手机 钱包也被小偷扒走两次 所有老朋友的联络电话和地址都遗失了 20100年时 青山为了《青山不老》70年代电影金曲演唱会再次踏足大马 他渴望和长久失去联络的老友重续当年情 他说虽然这期间曾经到过吉隆坡演出 但一形成匆匆 总是无法如愿被伤寻有 因此这趟来马 希望透过本报传真一线 和这群久违的老友重聚 对于今次的演出 青山期待歌迷以会见老朋友的心态 进场听歌 他说唱了近40年 能保持水准也很不错 不再去想信的突破 他说我们曾经年轻过 也经历过同一个时代 这次我们又再见面了 希望不会让进场的朋友失望 他说访时 脸上始终挂着自信的微笑 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孤入人生另一个阶段 他说真的很开心 终于走到这个年纪 像是历经波折后 眼前呈现了一幅美丽的花朴园景 现在的感觉很好 终于到了这个年龄 没有顾忌 更学会如何say no 不勉强自己 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有人曾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 他说我们到了这个年龄 要为自己而活 对自己好一点 他问我 你年纪已过了大半 为何还不对自己好一点 想到这里 我对人生便看开了 大家对青山的保养之道 甚感好奇 他分享秘诀时说 充足的睡眠 是他唯一的秘诀 他一天内就要睡上四次 以补充体力 青山坦言 经常失眠 晚上能睡上四五个小时 亦算不错 天亮醒来吃过早点 收看电视新闻 月报 提搭店两个女儿的饮食后 早上十点半会小睡片刻 吃过中饭后收拾家里 下午四五点再午睡 六点多醒来 又忙着为宝贝女儿准备晚饭 晚上只要累了就上床休息 没有时间限制 他说现在生活不会太忙碌 但一患有胆结时 常感觉不适 夜里翻覆难眠 有时太累也睡不好 现在他都不自己开车了 去远地都达巴士 到市集买菜 邮局寄信或银行办理事务 都骑脚车 一天来回五六趟 便是最好的体能运动了 另外他的饭桌上 肯定少不了一碗热汤 其中一道最常煮的是鸡肉香菇 火腿加竹笙 熬上三小时后便是他的养生好汤 为了保养生代 他坚持不喝冰水 不吃辣 也最记胡椒粉 更重要的是少说话 他笑说 讲太多话 最上喉咙 青山的妻子 在妖女三岁时离世 青山从此调起了 父兼母职的责任 他与女儿同处 平时的起居饮食 都由他张罗 是名副其实的好爸爸 他还说 以前的畅筹 都给女儿缴付学费 女儿毕业后 开始赚取的酬劳 才真正地放入自己的口袋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